迎接2016年除了参加跨年晚会 欣赏跨年烟火之外 迎接第一道曙光也是许多民众的选择 往年台铁会配合跨年活动 特别加开班次到全台迎曙光的景点 但抢破头还是没有票 而其实台铁东干县有班列车 一年365天有300天可以看得见曙光 尤其在我们的秋天冬天 那刚好是太阳升起的时间 所以说把它称作曙光列车好像也蛮适合的 台铁这班志强号302次列车 每天清晨6点10分 从台东站出发开往高雄 大约20分钟后抵达泰马里 依照气象局观测夏天6点15分到20分 就可以看得到日出 而到了冬天曙光会慢一些 站好列车抵达泰马里站就可以看得到 当然如果要看曙光的话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南回线的路线比较高 那看得到海面上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特别选定说 要哪一天要看曙光 其实如果选择来搭这一班 看到那个曙光的几率是蛮高的 东部干线这段地势比较高 沿途也不会受到地形建筑物的阻挡 所以搭车的民众只要往窗外去看 清晨只要天气好 就很容易看得到日出 由于发车时间早 而搭车的人也少 民众若不想人挤人欣赏树光 不妨搭上这班志强号 慢慢等待日出的现身 东南新闻 陈敬雄 探马里香 采访报导